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波濤取勝有機 浦超今個星期六凌晨依然有比賽 到時波濤將會對姬為身敵 M直播到時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姬為身敵近四輪不勝 反觀雙線作戰的波濤最近保持不敗 加上客隊佔據對賽往績優勢 所以波濤今次贏球應該沒問題 雖然姬為身敵今季頭兩輪能夠全勝 而且攻防兩面都能夠交出4比0的攻防 但他們很快被賓菲加打回圓影 自0比爾不敵賓菲加開始 姬為身敵已經連續四輪不勝 其中每場都有失球 可以說近方非常不敵 今個夏天才來到的那華路 竟然成為救世主 目前他已經在聯賽中入了4球 是球隊的首席射手 前一仗如果不是因為他梅開二道 包括在比賽最後的時刻絕和維蝕拿 姬為身敵恐怕還會再吞一場敗賬 更為不利的是 姬為身敵過去兩次主場對波濤 都以0比2落敗 看來他們在主場對波濤 都沒辦法抬起頭做人 今次再到主場出擊 如果要指望他們能扭轉頹勢 其實是不現實的 都在絕對實力差距面前 他們唯有指望輸小當贏 在陣容方面 中場基斯平和列奧特因相缺陣 比起基維新敵最近四仗一勝難球近方 目前雙線作戰波濤的表現更優秀 近六場各項賽事 波濤交出三勝三和不敗戰績 其中作客面對四大聯賽球隊馬體會 以及老對手試booting 波濤都不處於下風 看到球隊的實力不容忽視 而路易斯迪亞斯成為球隊的紅人 他目前除了球隊的頭號射手之外 亦領跑在浩超的神射手榜上 而他不錯的表現 還引起了德甲浩門霸人的關注 霸人有意想他成為京士利高民的代替者 聚焦回到聯賽表現上 波濤四勝兩和有14分 最近有18分帶頭的奔飛駕 而2.33比0.5的昆昌德塞球比 同樣是葡超的佼佼者 這也是基維新敵沒辦法比美的地方 更為有利的是 2013年至今 波濤一共13次對機為新敵 其中波濤所取得的戰績是12勝1虎 呈現了剪握的氣勢 其中近三次交手 波濤都能夠在半場領先1比0 而且最終能夠以0風姿態取勝 所以說金鋪和波濤要贏的話 是易如反掌的 至於陣容方面 門將馬哲斯繼續養傷 你抹壞了一種 還要贏